那我最重要要请你们做的是下面这一张 好 点空白的地方 我要做的是这一个 就是它同时有直条图 也有折线图 好 那我决定我的X轴放置的是 就是我的统计日期 这个统计日期 所以勾选统计日期 然后接下来我左边霸图放置的是 是我的受雇人员报仇 然后那右边这个折线图放置的 这边不是还有一个折线图吗 就是我的坐标应用到右边 好 我放的就是22 但是它会自动又放到这个Y轴 所以请把它放到线条Y轴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这边主要就是它没有打开 没有打开折线Y轴 它现在共用Y轴 就是这两个变数都是使用这个Y轴 所以怎么样去打开Y轴呢 好 在格式这边是要Y轴 打开 我要亲闻看的是这样子的图 它到底告诉我们什么事情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它两个走的趋势 有没有很相似 因为你可以从那个相关系数 可以知道它就是两两之间 它是存在一个关系 既然是正相关 那它增加我也会 就是第一个变数增加 第二个变数就会增加 所以这是可以理解的事情 那可是我希望你等一下去看 你要去看的是 这张图告诉我们什么资讯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值叫做人员薪资 在1981年的时候 已经到这个高点 可是这个叫做经常移转支出 要在三年后 就感觉好像说 你这边是不是有在增加 它也在增加 可是它好像差了大概三年 看得出来三年吗 然后增加到这边的时候 增加到这边的时候 它是不是直线上升 感觉这边开始变化 这边感觉它没有差到三年了 对不对 好像接近了 了解吗 变到可能是差两年 接下来差一年 这边是不是就刚好 刚好重叠了 别在一起了 而且这边还变提早 这边有时候还变成提早 不过它的走势 虽然提早 但是它只是早比较多 早一点点而已 可以吗 而不是早一年 可能还不到早一年这件事 有听得懂吗 就是现在的这样子一个走法 这个结果图我觉得才是比较重要的重点 那现在我只是要告诉你 就是说它这两两之间的关系 刚开始前面前面这个时候 大概有三年的一个先后的差别 然后可是到了这一年 到了这一年是1995年 它突然那个间距缩短 如何画这张图 其实就是群组直条图 加折线图 然后接下来你的X轴 一定放的都是时间 那我的Y轴 就是先放这个受雇人员报酬 线条Y轴放的就是什么 这个经常移转之初 因为这其实是我最后要请你们画出来的一张图